这些状况代表什么呢? 通常我们看是很肯定地美股处在一个牛三阶段 牛三阶段代表什么?很亢奋的 拿到一两个主题就会炒上去,无视估值 但是短线的焦点就在于个别股份 未来一段时间,一个市场最关注的一件事是什么? 下个礼拜FOMC meeting 其实市场普遍都预料联储局会退市 即QE会停止 整个牛三市,或者这几年来说 一个大前提到牛三是市场的流动性充裕 有很多资金还在做炒作 牛三做部署永远就是盲中中的冲进去 而风险就是什么时候由牛三转红一 永远就是牛一二三,然后红一二三走 这个转捩点变下去是很难触摸的 短线来说,我们看后市 有时候你预认了一些东西向上 但随时有机会转身 你明白到我说的东西是没问题的 短线来说,你去拼搏,你懂得转身转得快 但你纯粹看到一些东西如果升得很厉害 你走去追的话 这个杀伤力是可以很厉害的 所以暂时来说短线的势头是乐观的 特别是那些电动车相关股份 我相信今天港股那些造车的新势力 即是小鹏理想,比亚迪这些 那个升幅一定都是夸张 甚至电动车概念,可能电池那些供风 又或者A股上的宁德时代这些 都仍然会当炒 但是我想主题不是只有这些 所以我们暂时说 因为说面对着牛市 随时有机会逆转的状况 没有得猜的 很难完全猜中什么时候是顶子 你只能够从注码分散投资上控制风险 如果你整体把所有的钱 全部放在电动车板块上 当然这段时间升你会很开心 但是你一回那段时间 我怕走不迟 你有心理准备你当然可以做到 但是在我们的建议情况下 试试试用注码控制风险 所以短线来说市况气氛 我想无论港股也好美股也好 都是乐观的 但当然论于牛市格局上 美股一定是牛很多的 但是大家都要注意风险 就是说一些东西 可能随时短时间内有机会转变 但是这一刻未变的